花跟人一样都是需要水分的补充 我们人要喝水,花也要喝水 我们养花养不好 最终的原因就是浇水不当 很多人浇水不得当就会导致出问题 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呢 就是养花不能浇的三种水 哪三种水,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种水就是碱性水 因为有很多地区他们的水制成碱性 哪怕下雨都是碱性的 这种水对植物不行 因为植物大部分,90%以上 都是喜欢微酸性的土壤 它在中性的土壤中也能够生长 比如仙人球之类的 它也是喜欢微酸性土壤的 但是它在碱性的土壤中不会出问题 但是长得会慢,根性会弱 所以说我们养花要浇酸性水 如果说您的地区水制成碱性 建议您去浇净化水 建议您浇水的时候 加上熬河铁,兔之类的 去调节水质的酸碱度 保证水成酸性 然后浇到土壤中 植物就能够不出问题 如果土壤变碱性,水质变碱性 长时间浇灌就会出问题 所以说不要去浇碱性水 第二种就是浓肥水 因为我们养花 人要吃饭,花也要吃饭 花吃饭它是怎么补充的 就是肥料 肥料我们要定期的浇灌 但是有些花有浇肥的时候 它不管不顾 怎么不管不顾呢 随便瓦出一勺子来堆到桶里 堆到花盆里都不行 肥料是有严格的浓度的 一般我们买到的肥料 它上面都会有一笔五百左右的浓度 我们一般的话 它显示一笔五百的话就一笔一千 正常的肥料浓度都在一笔八百到一笔一千左右 这个浓度就不会伤花 浇上以后就能够正常吸收 植物就能够快速生长 所以说一般的施肥浓度在一笔一千 浓度过高 浇到图上中会烧根 喷到叶片上会烧叶 所以说施肥一定要施淡肥 就浓度淡一点的 不要太厚的 再一个呢 施肥的频率要掌握好 怎么施肥呢 一般的话 涨势快的之后一个月两到三次 涨势比较慢的 比如仙人求仙人涨 比如多肉之后一个月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就能够保证养分冲突 不会出问题 第三种水呢 就是不要去浇生肥水 现在很多不会养花的 做视频的为了流量 是一直在吹 比如说让你去浇牛奶 让你去浇啤酒 让你去用浇鸡蛋水 还有的人去让你去浇洗一粉水 这些水你想象一下能浇吗 你建大棚里去用这些东西浇花了吗 这些东西不比肥料便宜 比如说你去浇啤酒 一瓶啤酒便宜的还两块多钱 你买一瓶肥料多少钱 一瓶肥料250克 200克 比方说一比一千的浓度 能兑400斤500斤水 你去用啤酒干嘛 你去用牛奶干嘛 一袋牛奶多少钱 而且这些都是属于生肥 啤酒它是含有养分的 牛奶是含有养分的 包括我们知道的鸡蛋液 桃米水都是有养分的 但是要彻底发酵服属以后 才能够被植物吸收 你直接浇到头上中 只会在头上中发酵 发热伤根 而且在头上中还会发臭长毛 那的你满屋都是臭味 所以说生肥水 就是这些东西 不要去浇灌 看到这些小窍门 自动掠过吧 买一瓶肥料用两年 对不对 你直接买上 你有多少花去浇啊 你去浇鸡蛋干嘛呢 自己发酵肥料满屋都烘臭 你涂啥呀是不是 所以说记住养花想要养的好 这三种水不要去浇 定期的去根据土壤的干湿程度去浇水 根据植物的习性去浇水 这样就不会出问题 再去保证光照合适 保证完全通风度 用小的花盆偷清洗好的土壤 不要用大花盆 不要用高花盆 你养花就能够轻轻松松 什么花都能养好 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小七点个赞 点个关照再走 小七点个人 小七点个人